今天天气不错 农村不知道干什么事 我们看一下前面有两个小伙子在 在自家大门口吃墙 我去看一下 这个在自家大门口吃墙 我们小伙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见 看看这个指数留不留 光看这样的指数和速度 估计得要500块钱一天的工钱 老板抢着药 看我发现什么好东西 一样抢200万 哈哈哈哈 这个是之前专用的吧 这是第一次见 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用 这次在大门口吃一板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只是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见 只是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刚刚在这个村子里面走了一遍 发现在大门口吃一板肠的也有好多了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啊 在我前面刚好又有一家吃的这个围墙 哈哈 你看 在大门口吃的这么高一板肠 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 到现在为止呢 有没有一个解释清楚的答案 朋友们 在里面的家乡 或者是村上 农村里面 都会在这家大门口吃一板肠吗 自己是干嘛用的 如果知道的网友 请在下面留言 我是宇哥 我们下次见 拜拜